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月12日 海外华人直播记者聊聊 全球旅游须知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中国访亲问有千万别忘了带礼物 不过 花最好不带 因为 它通常只用于丧事 作为礼物 最好奉上自己家乡的饮食特产 不要惊讶 出于礼貌 中国人会在您离开后方打开礼包 德国 德国人被认为特别守时 这一说法自然不适用于所有人 但本质上是正确的 谁要是约了15点 指的也就是15点 若某人晚到5分钟 他通常会歉意连连 或是先打电话或发短信告知 唯能准时抵达 当事人有时还会急跑 法国美餐属于法国生活方式 与此相应 人们看重餐桌礼仪 喝汤出声 吃饭巴搭嘴 绝对会遭白眼 碰上吃鸡肉 您最好不要用手指头 若生菜叶而过大 您不妨用刀叉小心卷叠起来 末了 不得一扫而空 最好是留下那么一点 以式雅意 冰倒冰倒以泡温泉著称 但您万万不可忘了泡池子的那些规矩 一进场 您就必须脱鞋 月入水池前 先得冲洗 而且要裸体 先好好使用肥皂净身 尤其是头部和下体 若不这么做 冰倒人可就会不客气了 土耳其各国文化不同 对表情 手势的使用也不同 所以 千万当心 高竖拇指并不总是意味着好极了 在众多中东地区国家 它可是一个威胁性的侮辱手势 在土耳其 要是您把拇指竖起又放下 则是示意要做同性性爱行为 阿联酋但凡涉及酒精 在阿联酋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在街上喝酒会受罚 您最好还是在酒店里享用吧 您也要注意自己的衣着 最好不要过于暴露 比如 即使高温 当地男子亦不穿短裤 在向女性致意时 您最好不要处身 握手也不行 印度若在印度吃东西 要注意 只用右手 握手 或者什么东西 必然 在印度 左手被认为不洁 因为 它用于搞身体卫生 新加坡所有一切都得保持洁净 不得在街上扔垃圾 不要在车站或车上吃 喝或者吸烟 口香糖不得吐在街上 您若想展现自己的涂鸦天赋 最好还是打消这一面头 因为 涂鸦者一旦被逮个正着 将被处编刑 美国在美利坚和中国 千万不可忘了给小费 因为 服务人员实际上以此为生 在餐馆 小费约为账单的10%到20% 汽车车司机所期待的小费至少是车费的15%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请订阅 打赏和点赞 您的支持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